大早我们带你来看到高雄莲池潭的画面 目前看起来高雄地区云亮偏多 不过天渐渐光 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2.9度 天气算是还不错 不过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天气就要有所变化了 高雄地区有机会要开始下雨了 而且雨势还不下 那么主要就是受到雷达卫星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卫星 这个封面逐渐的接近当中 那么今天清晨到深夜这一段时间 这个北台湾雨下的还算蛮大的 尤其在新竹地区 新竹的五峰苗栗地区 十余亮大概是15到20毫米左右 雨是还算不小 不过目前看起来雨渐渐停了 那么这样的热区现在要转换变成南台湾 那么高雄地区以及台南地区 回波逐渐的移进来 因此恐怕又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势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主要就是受到封面逐渐接近的影响 因此今天北部以及中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吹的是偏南风 因此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会有局部性的阵雨 不过大致上来讲 今天温度稍微偏高 北部来看是29度 中南部地区32度 那么东半部27度左右 就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关系 因此今天的清晨的温度 还是偏低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连江东以利区 清晨的最低温是12.6度 那么另外就是金门的乌秋 14.4度 北台湾像是基隆地区 以及新北的富贵角 17.5到17.6度 温度上还是有点凉凉冷冷的感觉 不过我们来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 会如何变化呢 主要就是受到两波的封面 逐渐的接近 因此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晴雨交替 凉暖起伏 温度高高低低的 就像在洗三温暖一样 那么今天封面 逐渐接近之后 礼拜二到礼拜四封面来了 再加上您看到 这个中国大陆地区 有一波华南雨带 逐渐的东移进来 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 三层夹击 所以说全台湾的温度 以及天气都不是太稳定 尤其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 雨是最大 而且温度偏低 中部以北地区 这个一口气下探 9到10度 那么北台湾大概是 16到17度左右 那么礼拜五开始 又逐渐的回暖了 礼拜六天气稍微好一点 这个温度可以来到 28到30度左右 但是晚上开始又有所变化了 礼拜六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天这段时间 又封面来了 所以温度又会一路下滑 而且又开始转为 失良的天气形态 我们来看一下 三日雨趋途 今天主要就是 北部以及中部地区 会有零星雨 东半部地区 也会有局部性的正雨 那么明天开始封面就来了 因此这个中部以北地区 可能还会有雷雨 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 那么礼拜三 尤其在桃竹苗一拜 以及中头地区 雨势会比较明显比较大 再来看到一周的天气 又会是如何呢 今天北部来到29度 不过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因此是有雨的 东半部由于是封面 所以雨势也稍微比较明显 不过高温可以来到27度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目前看起来高温是32度左右 由于蜂蜜接近 雨带一旦的移进来 因此呢 雨就会忽大忽小 时情时欲 再来看到呢 礼拜二到礼拜四 封面通过了 因此全台湾多雨 而且温度稍微降低 有点凉凉冷冷的感觉 那么中南部地区26到27度 那么北部21到23度 那么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礼拜五开始逐渐的回暖了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是晴时多云 不过北部地区哦 就是阴阴冷冷的 不过呢 下雨的时间也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再来看到 礼拜六又有封面接近了 雨势又要有所影响了 而且呢 会比较大一点点 来看到西半部地区30到32度 不过降雨的地方主要在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那么东半部呢 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 因此高温也略降 来到27度 再来看气象的关键字 给您做个小提醒了 今天封面接近中部以北就会转为阵雨 那么礼拜二到礼拜四 雨势最大而且有点凉了 金门跟马祖地区目前是农物特报 能见度不足200公尺 因此呢 如果要搭机前往离岛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航帮资讯 再来看各地的气温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园跟新竹 19到29度 今天除了桃园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情史多云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跟云林地区 今天是19到30度 虽然今天是情史多云的 但是云雨带一旦飘进来 还是会下雨的哦 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 20到32度 中午的时候有点微热 东半部地区的宜兰花莲跟台东 20到27度 今天吹的是偏南风 因此东半部地区是迎风面 雨势会比较明显 离岛地区的澎湖金门跟连江 15到27度 那么今天除了澎湖是情史多云之外 离岛的金门以及连江县是 殷石多正云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 把时间交给陈希了